我目前是在醫院擔任護理師 然後因為護理的工作其實也很忙碌 就是我們三餐其實也都不正常 然後而且我們都會輪班啊 上小夜上大夜 有時候下班就去大吃大喝一場這樣 而且因為我們那個單位的衣服很寬鬆 其實你根本看不出來自己有沒有變胖 然後好像默默的就一直越來越圓 越來越圓這樣 直到有一天就是我出去玩 然後拍了一些照片回來 我朋友就是很認真的看著照片跟我說 你真的變太胖了 他就說真的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然後我才警覺就是好像真的很肥耶 就是不能再這樣 有被嚇到然後決定想要開始認真減肥這樣 我試過節食跟運動 但是靠運動的時候就是 體重有降但是因為很累 所以最後也沒有就是持之以恆一直下去這樣 最後又是回到原本肥肥的樣子這樣子 對所以後來就又放棄 然後朋友就是看我一直這樣子重複這個過程 覺得我也很辛苦 然後就有跟我推薦賴醫師 後來我就決定要來找就是諮詢賴醫師 看可不可以幫助我這樣子 我身邊的朋友都陸續的一直結婚 然後他們每次去參加婚禮的時候看到他們穿婚紗的樣子 我都覺得他們真的很漂亮 然後也很羨慕他們 那我跟我男友其實也有這個規劃 然後我們也有去看過婚紗 但每次去看婚紗就是 就是愛我的體型的關係 我覺得我每次看那個婚紗 都覺得穿起來一定不好看 就是不會有我夢想中的那種婚禮的樣子 所以我是真的很想受下 因為我想要穿上我真的很喜歡的婚紗 我想要在我結婚那一天可以就是 讓大家就是眼睛裡亮 我不希望以後翻開相簿的時候 發現自己的結婚照是那麼臃腫的 我可能真的會很懊悔 為什麼我當時不認真好好減肥這樣 希望我這次真的可以減肥成功 大家好我是柏田國際醫院的 減重醫師王明宇 減肥症呢它的成分是末端小腸荷爾蒙 它的效果是抑制大腦的食慾 延緩為了排空來增進我們的飽足感 那消脂症呢它是零脂質加上卡尼丁 它的效果呢是在血液裡面 形成脂肪的溶劑 幫助脂肪代謝 現在目前都沒有什麼不舒服 就是打完針會有一點吃不下 可是也不會覺得噁心想吐什麼 副作用就覺得都還好 因為我還是有持續在運動 然後因為體重可能有稍微下降一點 去運動也覺得自己身體變得比較輕盈 所以就教練也說 好像體力變得比較好的感覺 對就是運動也都滿OK的這樣子 就是身為護理師 然後我身邊有其他朋友 就是有給賴醫師諮詢過 給他做過一些治療 然後他們都覺得賴醫師就是很厲害這樣子 然後我有查 就是聽說 柏田有國際代謝型體中心 然後還有醫美中心 就想說有這兩顆 所以應該會讓人很放心這樣 所以我決定就是把自己交給柏田 然後讓他們可以完成我的夢想 其實很多人減重在意的不只是體重計上的數字 而是整體的體態 那我們柏田醫美中心 除了我們整形外科醫師能夠提供抽脂體雕之外 還有很多非侵入式的雷射容紙療程 可以供大家選擇 像是靜庭 他雖然減重減得很成功 但是局部的脂肪累積 還是讓他對於想要穿的婚紗而卻步 所以我們決定幫他利用雷射容紙的方法 加強腹部跟馬鞍的曲線 讓他達到更完美的體態 轉眼之間六個月過去了 不知不覺來到了今天 原本以為只能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沒想到可以成真 在瘦下來的這條路上 我也曾經跟大家一樣 遇到了許多挫折 希望那些跟我有相似故事的女孩和男孩們 不要輕易放棄 有博天國際醫院的專業團隊做我的後盾 讓我相信我可以完成瘦身的夢想 現在的我 不只是體態變得輕盈緊實 身邊的朋友說我連氣場都變得不一樣了 變得更有自信了 我的改變是由內而外的 感謝博天代謝型體中心和醫美中心 特別感謝萊醫師陪著我 踏上這條實現夢想的路 讓我充滿自信的穿上夢想中的那件白紗 我喜歡現在的自己 希望你也是 好可愛 綿衫 感谢观看